三年前我接了這個位置之後 我當時已經是一早心中有個計劃 認為一帶一路這個構思 香港可以扮演一個很積極的角色 2013年我聽到習近平主席提議一帶一路概念 我自己在想這個龐大的計劃如何落實 我作為一個公司的負責人 如果我想參與一帶一路 我如何才能做到呢 在60多個國家40多億人口 如果香港可以組織投資的一個平台 將有關一帶一路的資訊和項目 可以在我們這裡搜集了或是差不多消化了之後 吸引全世界有興趣的資源 無論是機構公司人都好 都可以用香港的平台走到一帶一路 TTC是否可以扮演一個很積極的角色呢 是一個半分官方的機構 非謀利的 我們全世界現在有48個辦事處 有30個辦事處是在一帶一路的國家 這個當然包括中國 那變成用TTC這個機構來推動這件事 是否可以時半功倍呢 全世界的經濟形勢 香港的經濟結構也全部改變了 1966年我們是推廣香港的產品去外銷 到1996年 那時候我們開始推動香港的服務業 因為80年代 因為90年代香港很多廠都搬去珠三角 所以1996年的時候 我們已經轉去做那個推動服務業 到2001年 中國參加了那個世貿組織 我們是幫助中國大陸的產品去外銷 所以在每一個不同的年代 香港的經濟角色是不同 你包括過去的40年 我們是中國大陸的角色 亦都完全轉變了 初初我們就是帶我們的資金 帶我們的管理專長進去 在那裏用它的低地價低薪金 去做那個生產 但是到現在 我們已經是除了引進來 中國大陸的角色亦都轉變了 亦都現在是走出去 走出去其實前幾年 中國對外的投資 百分之六十的投資 是經過香港的 現在我覺得這個角色更加重要 所以我覺得現在香港扮演過 一個中立的商業平台 是一個最適合的時侯 這個我也覺得是我們千載難逢的機會 這是一個機遇 現在就是我們香港自己 如何組織來做好這件事 在哪裡 是經過一個 更加重的 記者 在哪邊 都更加重新的 是